訂閱分享小鈴鐺給喜歡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給不喜歡的你第一手最討厭的消息 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 今天肉森小教室要來跟最新的新手分享釣魚的時機點在哪裡 我一開始的時候其實也不知道釣魚的時機到底在哪裡 以為只要把釣竿丟到海裡面去就可以了 但事實上呢你應該要把釣竿丟在魚的正前方 如果你亂丟魚是不會過來的 正前方的部位就在這個地方 你就丟 然後魚就感應到它就會過去 你要仔細看喔 咚這個咚的聲音才是拉魚的時機點 我們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再介紹一次 就是你這樣子亂丟啊丟在這裡啊 或是你丟在這個地方啊 魚群是不會過來 魚是不會上攻即使你都在它邊邊的屏 你要丟在它的視線前方 你一丟過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會開始先有一點慢慢著你的惡 那它什麼時機點才要把它拉起來呢 它會騙你喔 有時候會吃一下吃兩下 當你聽到咚的一聲 這還是騙的 來囉 這個時機點咚一聲 你就按A 而且只要按一下就好了 不用一直按 這樣你就可以釣起魚來了 這樣你釣魚的失敗幾率就會大大的下降 基本上是百發百中 好的以上就是釣魚小技巧 訂閱分享小鈴鐺給喜歡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給不喜歡的你第一手最討厭的消息